就覺得什麼 對 我跟我先生兩個吃 還是沒有味道 就搞不清楚 後來還是到旁邊放的那個 鹽巴 是讓你自己 沾了 自己加味道 對 鹹味你自己加 也沒教我們 還有我們一直吃說難吃難吃 OK 人生積水 這三種體質 上火 發炎 油膩 不能吃 可是為什麼呢 到底是什麼 吃了會像李英愛一樣美 我上去韓國就買 你們李英愛帶人的 然後怎麼吃的跟他一樣美麗 女生保子宮什麼一定要對不對 看韓劇看 OK 人生積 所以這三種體質 上火 發炎 油膩不能吃 可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 為什麼 油膩我不懂 我們先說人生積有兩種 一種是韓國人生積 對 一種台版人生積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韓國人生積裡面有什麼 有糯米 有紅棗 有韓國生 對 湯是白白的這樣 對 湯是白白 那基本上 因為韓國人生的話 它是 像油膩體質的話 因為它裡面有 油膩其實也是 血脂肪過高那種油膩 因為裡面有糯米的關係 所以比較會讓我們血脂肪上升 所以那種油膩體質是不能吃 但是另外一個過敏體質的那種的話 是沒有關係 可以吃韓國人生肌 那像發炎體質的話 基本上人生對一些發炎體質不太適合 它會讓發炎反面更厲害 尤其是高麗生 那上火體質也是一樣 像韓國人生肌湯 它也會讓我們發炎體質更厲害 可是話說回來 台灣的人生肌湯是OK的 因為台灣人生肌湯都用什麼 心麻糬 對 人生肌 人生肌是兩股 所以上火體質是可以吃 發炎體質也可以吃 油膩體質其實 只要不要那麼油膩是可以 所以你要看看你是吃哪一種的補品 不是台灣台式那種 台積電那種 那種 那是OK的 可是人生還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之前他們就發現 就有人說 每次小孩子想說 要給爸爸媽媽買補皮 你讓他買那個最好的人生 然後就想說那天天補 每天來幾片 就一直跟湯什麼用 一起用 後來就發現不對 他爸爸有一天就覺得說 怎麼會頭有點昏 後來才發現是因為 他本來就有在做血糖控制 而降血糖的藥物 如果跟人生在一起 有時候他會加成 他會讓你血糖降更低 所以人生 老師你有買人生這樣子 我有啊 餵是怎麼賣 我說句實話 每一次人生 大部分都是去韓國旅遊的時候 然後他會一直帶你去 然後一講講你就會買 可是我每次買回來 我覺得人生真的是個可怕的東西 就是你每 該不會走路吧 不是 應該滿像一個 太可怕了吧 幾乎 幾乎時候的補品吃 你都沒有感覺嘛 但是每一次我們家一吃人生 不管是膏狀粉狀液狀的 真的就會有反應 真的 什麼反應老師 要嗎 像我啊 熱到睡 我只要手腳發熱 事實上呢就會長那個啊 火氣大 火氣大啦 不是那個 你可不方便坐下來 對 下面的眼睛會碰一下 那高麗生 我講一個 就是每一次你身體一定都會有反應 因為那是高麗生的關係 真的 高麗生不是隨便吃 高麗生一定要是 身體非常非常虛的人才能吃 譬如說病得很厲害的人才能吃 就很虛弱的 一般人像我們吃個粉光森就差不多 或人生虛就差不多 那有些譬如說像 像心臟不好他們是吃檔森 其實不同不同的生 它是對不同的人體質 要吃不同的生 不是一種生打天下 可是什麼料理啊 是整豬這樣 丟下去 煮湯嗎 通常沒有海派吧 沒有沒有 真的很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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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貴耶 幾片放下去燉都了不起了 對啊 因為他買的時候還會用那種 塑膠壓克力玻璃 好像是很珍貴這樣 對啊 高檔貨 我上去韓國就買什麼李英愛代言的 然後什麼吃的跟她一樣美麗 女生保子宮什麼一定要 對不對 看韓劇看到這樣 就是這樣 它是蜜糖的 封在那個蜜蜂的那個 然後甜甜蜂蜜那樣的 沒有幾盒 沒有幾包耶 九萬塊 對啊 因為可以長得像李英愛啊 台幣九萬嗎 台幣啦 台幣九萬 台幣九萬 老師那妳不是說妳們家吃的 都會有反應嗎 我不太會 我還想就給她 但回來以後就真的切來 她說每天晚上吃 怎麼吃啊 每天晚上就切 在一塊錢銅碟那一票 然後含在嘴巴裡含在睡覺 我整晚睡不到 真的 因為那個真的是比較貴 妳那個是好的 對 那個九萬是有那個價值 我現在聽懂了 我本來以為妳是那種密戀那種切片 台灣那種切片 不不不 整豬 那個便宜 那是貴的 我還沒整豬的 對 九萬要那麼貴 可是那個真的太猛 我不建議一般吃 太猛了 對 導致真的不能吃 妳不用想說 不是 我其實也是虛寒 那真的要吃的話 其實妳必須要吃的話怎麼辦 對 怎麼辦 就是很光生啊 或人身虛啊 那個比較 就是上活體質就吃那種 不要吃這麼重 對啊 像很光生的話 我們一般上 一般人都可以吃啊 它其實是算涼補的 而且吃完 其實粉光生有個好處就是說 它會讓我們身體的含氧量 氧的含量會增多 就讓妳比較精神更好 尤其腦部裡面 氧氣含量更多的話 是不是容易 腦子容易清清楚 像這麼晚的時候呢 也不會說打瞌睡 對 妳可以死一點都打瞌睡了 可以為了消除人身的造型 就很浪費的給它吃白蘿蔔嗎 不是說吃白蘿蔔會解它嗎 對 它的確會解它 如果你萬一真的是 已經上火了 對 那妳要吃什麼 就是其實是生的白蘿蔔 可以破它的那個罩 可是我覺得那太浪費了 太浪費了 老師 因為像你剛才有說到說 人生的話要虛寒的體質去吃它 對 高麗生 高麗生 但是像我的朋友 他的體質真的就是比較虛寒 但是他每次只要吃那些補的 會拉肚子怎麼辦 就要是虛不受補 那怎麼辦呢 你要先開始用四神湯 去調你的體質 從虛了變成食 食了之後再補 才補得進去 所以為什麼說四神湯 是調整體質最重要的 四神湯先調整體質 對 調整體質 等腸胃調好之後下來 現在還沒出現我最愛的 也還沒出現你最愛的 好 我們看看第二名是什麼呢 冬天補 來了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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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名的最愛 他現在來了 他是有個國寶耶 這冬天 但是他是宜方老師的敵人 他是勸大家不能去吃這個 然後麻辣鍋眼睛就亮了 對 秋莉姐 你喜歡吃 你知道我前幾天才寫了一篇 小小的在我的Facebook上面寫說 我好想吃麻辣鍋 我好想吃麻辣鍋 就是他會讓你這樣子 你寫完對不對 OK 你加他 還好生氣 還好生氣 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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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麻辣鍋真的是超好吃的 但是你可以吃嗎 Julie我們看看什麼體質 你是油膩體質 對 這個時候 你很像我體質 你很像我 像我 沒有 我是這個人 我們看看囉 像我 你看啦 你們像我 我是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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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發炎體質 你看 你看 發炎不能吃 發炎不能吃 油力體 為什麼 還好 OK的我 你就是像我 你喜歡吃麻辣鍋 超愛啊 一定要有 其實裡面的鴨血 大辣 中辣還小辣 大辣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好吃啊 都是紅油的 對 然後那個油條 鴨血 豆皮 超讚 可是不是現在很多 都有號稱是溫補的嗎 那這樣也不能吃 對 我們介紹幾家 好像養生的也有 對 那是可以吃的嗎 很多姑娘有沒有 那一家 對 有養生的那種 養生的 他上次有教我們說 怎樣是真正的麻辣的油 有的是工業人工的 對不對 不過為什麼不能吃呢 對 為什麼不能吃 那因為麻辣火鍋的話 你要看它裡面用的食材 那如果說它食材裡面呢 用一些草果 或是用一些茴香 那這些真的用 就是所謂的辛香料去做的話呢 會讓你發散 等於把你體內多餘的汗水排出去的話 那油膩體質是可以吃 可是呢 一般麻辣鍋裡面 你都會加什麼 是不是加辣椒 對 是不是很鹹 那有沒有吃豬血 有 要不要吃牛肉 要不要吃牛條 有 對 那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的話呢 是不是就會讓我們身體的血脂肪過高 所以油膩體質就不適合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那為什麼發炎體質不適合呢 因為辣的東西 其實會讓我們身體發炎的反應會更厲害 因為目前可能麻辣火鍋 如果真的是用真的辣椒去做的話 可能沒那麼多的問題 問題現在市面上很多麻辣火鍋 並不是真的 所以它問題就比較大 那至於上火體質的話 那不用說了 你看吃完麻辣火鍋 第二天你會不會豆子長出來 會不會有便秘 你就知道有沒有問題 那當然一些 我們尾牙吃麻辣好不好 你就是 可是這我跟你講 這幾個鏡頭裡面啊 我覺得麻辣鍋啊 配上油膩體質啊 真的大家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之前有一個人啊 他就是所謂的油膩體質 剛剛老師已經有講了嘛 你可能已經有三高 比如說有一點點高血壓 有一點點高血油 對不對 然後結果呢 他也是跟著人家去吃麻辣鍋 他吃完麻辣鍋之後 他就覺得微微的好像是 他想說奇怪 是胃痛嗎 悶悶的 因為出來嘛 通常吃完麻辣鍋出來 是不是覺得 一陣冷風 涼風退 涼風一出來 他就覺得奇怪 胃悶悶痛痛痛 他想說應該是胃痛吃太辣 結果回家之後 開始吞胃散 因為覺得應該還OK吧 結果在半夜不對 結果整個人不斷去掛急診 你知道他怎麼了嗎 拉肚子 他心肌梗塞 為什麼 這些人通常他的血管 本來就是半塞不塞對不對 你第一個 你突然間又塞這麼多東西進去 那個突然間很濃稠 馬上有該塞的地方就塞 然後冬天有沒有 我說一出去冷風一吹 因為血管有時候收縮 所以就剛好整個塞住 所以建議是吃完冰淇淋再出去 不可以 先讓他冷下來 出去就剛好常溫 尤其有身高的人 要特別注意 真的要注意 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 一吃完麻辣鍋的之後 因為麻辣鍋又鹹 裡面可能又有很多普林在裡面 所以很容易發病 痛風也會 對 要加上酒 那個問題更大 所以不要亂吃麻辣鍋 不要亂吃 就吃尾牙內湯 好 第一名我好期待 好 第一名我好期待 是什麼呢 那哪有什麼 麻辣鍋 你最愛嗎 我的最愛 是你最愛嗎 整個冬天有吃嗎 每個月都要吃 麻油雞 麻油膩蟹 麻油煎蛋 我每個月都要 我每個月就固定時間 我都一定會想要吃 everything is 麻油 對 你那麼愛 愛 冬天的時候 那有一些體質是不能吃的喔 對 好 什麼體質不能吃 絕對沒有我 對吧 我們今天這個虛寒體質 真的虛寒只有一個 你看 上火體質 發炎體質 有體質 為什麼 虛寒食 我覺得 麻油精神 麻油精神 我想吃解饞 我自己會倒麻油煎荷包蛋耶 真的假的 倒麻油煎荷包蛋 麻油精神 對 麻油很好吃 而且麻油炒青菜也很好吃 然後再滴一點點的米酒 對 那妳吃不到雞啊 我是說在家裡的時候 老是把雞丟進去 弄點麻油 那一吃 毛忘記拔 對不起 你剛才講說 我們剛才講說那個零夏那邊 它就有一間麻油雞 好像有那個圓環 二樓的那一間 那是你吃的還是出名的 你帶到前面來的那一集 對 我帶來有二樓的那個 對 它真的很好吃 這個是台灣之光的頂級 真的 大陸朋友來一定要帶去那裡 那超好吃 可是婦女們都很喜歡吃麻油雞 對啊 妳有沒有帶過范范吃麻油雞 她好像滿喜歡喝那個 地下街的那種 好像應該是這個吧 麻油腰花 類似這種 美食街好像有這種 對 而且冬天媽媽就一定會煮 來幫我們補身體 對 就是主要多吃一點 你才會覺得很暖 對 老師 妳喜歡吃麻油雞嗎 好 其實麻油雞 你只要改變它 每個體質都可以吃 欸 妳今天把麻油雞怎麼吃 妳不能因為學 老師喜歡妳就這樣 不是啦 因為我 我現在有些東西不能吃 但是它怎麼改變 還是可以改變 我們先講麻油 麻油雞為什麼會照 就是說我們在煮麻油雞的過程 我們麻油一定有些要爆香 對 有些爆得太過火的時候 有些我們用老薑爆得太過火的話 就容易上火 所以有發炎體質 上火體質的話 妳就不能爆太厲害 那時候妳可能就是薑 妳可能要選擇嫩薑 不要選擇老薑 那麻油不要爆太厲害 稍微爆一點點 就把雞肉放進去 然後